這是安眠藥最大的缺點 也失智 也記憶不清 也造成UV症 有一個朋友也是 她也是這樣 她既然吃到安眠藥 吃到半夜突然被大聲吵醒起來 跑去大買家買了個雜誌米 又回來吃掉 隔天早上起來還不曉得 追蹤大理這起人輪悲劇 警方了解媽媽有長期服用安眠藥 和其他精神藥物的習慣 加上長期照顧過動症 兒子的壓力 疑似成了壓倒駱駝的最後稻草 任何一個當媽的 都不可能下得了手 但自己也無法再承受了 選擇雙雙了結 警方透露這一家四口 夫妻兩育有一兒一女 都住在一起 媽媽用藥用了十年 兒子高中畢業有過動症 經常晚上不睡覺打手遊 甚至無故嘶吼尖叫 連帶的連媽媽都有失眠問題 無法和社會接軌父母親接回身邊一起從事貼磁磚工作 母子感情不錯 兒子也常常向媽媽輕土倖聲 但警方根據家屬公稱 夫妻兩都未曾帶兒子就醫 也沒有申請生障手冊 社會局也沒有該家庭的任何記錄 等於沒有向外求助 單靠家庭的力量 持續照顧過動症的兒子 時間久了 壓力累積 照顧者就像身上綁著大石 跟著沉入海底